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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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烟花绽放 终身敲响 新年终于快要来临了 随着新的一年来临 我们也迎来了高中的 第二个学期 老师们 同学们 让我们牢记过去 掌握未来 开启人生的新纪元 我叫苏灿灿 今天十六岁 太阳天平 上升金牛 宁远中学高一学生 我的缺点是 做事拖拉 爱睡懒觉 数学不及格 也算缺点吧 算了 说优点吧 优点是喜欢看书 作文写得还不错 这是林佳泽 我笑笑草 成绩优秀 才华横溢 是老师们的宠儿 也是全校女生的 梦中情人 传说中别人家的小孩 我和她从小学到高中 做了整整十年的校友 没错 十年了 她依然不认识我 明天元旦晚会上 她的钢琴独奏 就是我最最最最最期待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在这个自秀迎新的日子里 这阳电视台为大家准备了一档跨年晚会 将于今晚八点准时播出 欢迎大家准时在电视机前收看 妈我吃完了先去学校了 站住 秋裤呢 妈 都二十一世纪了 谁还穿秋裤啊 二十一世纪就不穿秋裤了 人活一辈子 就得穿一辈子秋裤 妈 我不冷 真的不冷 一点都不冷 求求你了 不要让我穿秋裤了 我同学都不穿的 回屋 妈 我今天元旦晚会 我身在献花的 你见过哪个献花的穿秋裤啊 献佛也得穿秋裤 换起 一 二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今天 林佳泽将在学校举行的元旦晚会上 表演钢琴独奏 而我 苏灿灿 会代表全校同学上台为林佳泽献花 喂 你别小看这个机会啊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 唯一能靠近林佳泽的机会 不知道 她会不会因此记住我呢 通知通知 元旦晚会将于今天晚上八点 准时在礼堂开幕 请各位同学于七点四十五前抵达礼堂 第一排不是初一的座位吗 别说了 为了近距离看到男生 我可是拿了我整整一个月的零花钱 和我表妹换的座位 不过我已经订好了花 只要演出一结束 就亲自上台献花 林佳泽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过我真的特别理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她 长得帅 成绩也好 性格也好 钢琴弹得还好 你这是世界上怎么什么好事都让她炸了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我们是好姐妹啊 不能同时喜欢杀一个人 这是姐妹手上的第一条 那第二条呢 要是同时喜欢杀一个人 就杀了她 好了 精神点 好好准备今晚的戏话 别说了 我都不想去了 为什么呀 你看看我什么变化没 没有啊 你仔细看看 还是很平 你啊 你看我的腿 我妈早上逼着我穿上秋裤的 穿着架着我们的超级厚 我记得这条腿就算粗为五厘米 五厘米 你搭上腿一样 这下我怎么间笑草啊 你这秋裤 还挺醒目嘛 所以我才说要脱这儿 你不是脱秋裤 脱衣服干吗 我想想想 秋衣也得脱 不然现在我腰太粗了 你这大等天的 你们要风度不要温度啊 你们几个干吗啊 站住 别跑 别跑 你们几个别跑 这不是蓝天野吗 本校传奇人物 你已经在得的死党 没有之一 也是学校出了名的祸祸 蓝天野 新学习新气象 咱们趁着开学 把账都好好算一下 别烦我 去边儿去 你少废话 来不来 你们几个干吗呢 快 快 别跑 别跑 插手 别跑 蓝天野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 你们这像什么样子呢 老师你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我有眼睛我自己会看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像什么呀 我有人可以证明 没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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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年纪好得不学 居然敢早恋 老师 你看我眼瞎吗 你说什么呢你 我眼睛不瞎 怎么能看上他 你什么意思啊 咋了 老师 是林家子 两个人 在小树林里 干龙龙的事情 自己做了错事 还不敢承认 明天把你们两个家长 都被叫过来 老师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同学 你听我解释 老师 你可能误会了 我向你保证 听见他绝对不可能造恋 误会 那你倒是说说 一大早 所有的同学都去礼堂了 你在小树林里做什么 我 我来换衣服 来换衣服 你换什么衣服 你说 秋裤 同学 这是你的秋裤吗 谁能想到 林家泽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同学 这是你的秋裤吗 谁能救救我 让我从他眼前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现在 立刻 马上 接下来 有请高一四班的林家泽 为我们带来钢琴曲 《蓝色和蓝格》 为什么我在这里啊 蠢货 你才蠢货 我跟你说 要不是你 我现在就应该在礼堂里 还有这个检讨 关我什么事啊 那是我让你去小树林拖那个什么 不是 说 秋裤 对吧 你 我 深 赫 一 秋裤 我不叫秋裤 干吗 你刚才叫我干吗 什么意思啊 写检讨啊 你让我帮你写检讨 喂 明明是你连累我 遇见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不写揍你 我是女生 我后再都不搭女人呢 那你信不信 明天我就让全市的学生都知道你的 秋裤 不断 等着吗 谢谢 谢谢 好你不跟我俩斗 我 深刻 你知道了 自己的 错误 你 那些 如果 你 你 你 因为 你 烟花真美 要是现在身边的人 是林家泽就好了 新的一年在烟花中到来了 这一天 想必对所有人 都是一个不眠之一 喂 仙爷 是我 阿泽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一个人吗 不然呢 给他们打电话了没有 算了 当我没说 新年快乐 下面宣布迎接新年演讲比赛 入围决赛的名单 高一期班 苏灿灿 演讲题目 世纪之春 跨越新年 演讲比赛于 今天下午两点举行 给你 我写了很久的 有了 同学们 上一周 我们学校 举办了跨年活动 我们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尤其是 高一四班的 林佳泽 高一二班的 陶雅婷 这两位同学的表演 都十分优秀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向他们表示感谢 优秀的同学 优秀的同学 我们必须要表扬 但是 有一些同学的行径恶劣 也必须要指出 高一四班的蓝天野 还有高一七班的苏灿灿 严重违反校规校计 既大过一次 我们今天就请蓝天野上台 叫他承认错误 表明态度嘛 顾什么掌 今天我怀着忏悔和懊恼 写下这封检考书 已表示我对于这次犯的错误 很贱 很很惭愧 并对这次不良行为的深刻认识 以及改正了决心 全广大女同胞以我为戒 不要随便在树林里面脱衣服 今后我 蓝天野 你刷 安乐 你错了 安乐 怎么办 我觉得这次蓝天野 肯定不会放过我了 瞧瞧瞧 咱们做人不能这么被动 如果蓝天野再欺负你的吧 你就跑快点 对了 下午你是不是要去拿 朴树歌友会门票 比赛来得及吗 班主任可说了 学校创省重点 下午是领导来检查 你要是迟到的话 你就完蛋了 你忘了我的宝马爱车了吗 十五分钟来回处处有余 老板 下午好 你好 你好 我之前订了歌友会的门票 稍等 我找回去了 拿好啊 老板 你拿错了吧 这不是朴树 我要的是朴树 没错吧 朴树嘛 刚被那个男生买走了 是最后一招了 买走了 老板 你不要吓我 我跟你说好了的 我是苏灿灿灿啊 我们一个月之前就讲好了的 姑娘 你们宁远中学的人太多了 我这人都混了 你看看 我不管我门票 老板 你陪我 你看 你们宁远中学不上课呀 哪个确实把我七门星麻了 什麽 是 真是 停 Social 小猫 站住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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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你完蛋了 等一下要联系演讲 不用了 接下来 我们将游请 高一二班的陶雅宾同学 他带来演讲的题目是 走近新一年 大家掌声欢迎 尊敬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他 丁周还找了你半天 把整个教学楼都翻遍了 才让桃小女代替你的 我写的演讲稿 我改了那么多遍 凭什么让她上 那怎么办呢 谁让人家是好学生 陶雅婷 陶雅婷 怎么哪都是一个陶雅妞 我真的要气死了 你真的要死了 阿胖又再见了 怎么办 他在那里救我 说你亲戚来了 我上里边又过来 快去约约约了再说 她怎么了 苏莎莎晕倒了 老师 低血糖快了 低血糖 低血糖 林先生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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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苏莎晕倒了 好像是低血糖 快送去医务室 我就了 我怎么说 你那个 你不想去浴室 你把他抑上了 你到底是什么 就我怒气了 你抓着 你怎么怒气了 你怎么怒气了 我现在 是被林佳泽抱着吗 天啊 我感觉自己快要幸福地晕过去了 心跳得好快 他不会听到吧 老师 林佳泽真的好细心 好温柔啊 我这是在哪里啊 小医师 我应该是滴血糖的毛病又犯了 真不好意思啊 我这老毛病了 你是不是那天跟天野在小树林的那个女生 不不不不我不认识她 那天是个意外 我是被诬陷的 林 林 林同学 我 你听我解释 演讲结束了 你是去班的吧 你怎么知道 演讲比赛的时候 他又听说的演讲稿就是这个 他的稿子写得挺好的 老师快回来了 我先走了 等等 那个 我是高一期班的苏灿灿 今天谢谢你送我来医务室啊 下次你可以换一种兵 原本希望借着演讲比赛让林家泽刮目相看呢 没想到 桃妖女 陶雅婷 陶雅婷 我跟你没完 苏灿灿 妈 我就问你演讲比赛是怎么回事 好久没收拾你来 是不是拼眼了 不是那演讲狗不是 我就不拼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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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 苏灿灿 我就问你 演讲比赛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 陶雅婷 你怎么在我家 我就知道 是不是你给我爸妈冲的冒险 只知道他想报告 我跟你要筹啊 成本有成本筹的 苏灿灿 她是你表姐 你怎么跟她说话呢 刚才是你们班主任打电话 来说的 我让婷婷来家里吃饭 你舅舅和你舅妈今天不在家 你看看人家婷婷 又聪明又懂事 我就拿了闷了 你们从小上同一个学校 掏妖女 上同样的补习班 连吃的菜 还有那大提琴 最开始抄抄要学的是你 花那么多钱给你买了 可结果呢 学了不到一个月你不学了 我看那琴搁当着可惜 就给了婷婷 你看人婷婷现在 这大提琴都满极了 行了 少说两句吧 现在不都叫什么了呢 叫因才是叫 灿灿也有灿灿的优点嘛 什么优点啊 灿灿她特别 特别什么 爱笑 你都说了 爱笑的你 运气都不会差 婷婷 你别生气啊 你表妹她就那脾气 姑姑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觉得灿灿挺懂事的 老师都夸她作文写得好 有什么用啊 作文写得好有什么用啊 怎么没用啊 将来可以当作家 这作家个个都穷得要死 吃饭吧 嘴里挑灯看见 嘴里挑灯看见 孟茴缺角联姻 变态 你又别玩了 你又别玩了 试试啊 旺江南 过境千番街不适 协婚默默水悠悠 四面边山连角起 千张礼长焉落日孤沉碧 苏灿灿 你是怎么学的 教教我 各位同学 昨天啊 在庆祝新年的演讲比赛上 高一期班的苏灿灿同学 因身体虚弱突然晕倒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 再发生酿成悲剧 所有高一的同学 从明天起 早上七点开始进行晨跑 请各位老师组织好班上的学生 违反纪律者 言成不待 杜太太 美好 杜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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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过了元旦晚会的线花 今天林佳泽的演奏会 我一定要亲手把这盘子带送给他 林佳泽 你看着吧 这次我一定可以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怎么是你啊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吧 你是不是故意吧 我故意什么呢 故意重要的引起你注意 你想哪儿去了 让开啊 我赶时间 我还赶时间呢 笨蛋 你怎么又差点迟到 别提了 遇到灾心了 谁啊 别提了 遇到灾心了 谁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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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了 吃热啊 快点 importa 看看 wcze turbulence 留下一个 你票呢 歌友会马上开始了 没票的先站一边 别挡住 古术歌友会门票 喂 伟丽 你相信命中注定吗 什么命中注定啊 就是在这个蓝色星球上 有六十亿人 有一个人是你的命中注定 你必须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找到他 然后 爱上他 杀爱他 我和他没完 不打了 不打了 这是你的门票 请把我的自带还给我 蓝天眼同学 这是我的门票 请把你的自带还给我 我的自带 为什么要给你啊 不是 我说错了 你的门票 我的自带 什么自带 就是上次我们 拿错了那盘 哪盘啊 一样的秘密警察 你怎么就能证明 那是你的呀 我做了记号的 什么记号 我用荧光笔把一首歌圈出来了 哪一首 喜欢你 什么 我说喜欢你啊 可以把自带还我了吧 你们别管我 你继续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别解释了啊 解释就是演示 演示就是事实 黑风雷 我说的是磁弹 磁弹 那你说 你喜不喜欢我们蓝哥 不喜欢 那你喜欢谁 你看 说不出来了吧 你就是喜欢我们蓝哥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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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会喜欢你这种女生的 我是不会喜欢你这种女生的 走了 完了 这下林家泽彻底误会了 我是跳进黄河也喜不清了 这就是你没有参加歌友会的原因 这次这个 比以前那些胆子多大吗 为了给所有同学一个机会 学校决定 打破之前快慢班的分班规定 高一同学 班级大调整重新分班 具体结果留意不搞蓝 好 林家泽 我和林家泽同班 我的信念愿望居然实现了 我终于 终于可以跟他说话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和林家泽同班了 幸好我们还在一个班 不然都管不住你 可是那个陶瑶女就在我们隔壁 别这么泄气 再坚持不到三年你就解脱了 为什么 林晓儿 你怎么可能跟陶瑶婷 逃上同一所大学 你目光还挺久远的 你打我 抱歉 你看 你每个话说什么 你们都在废话 Learn 人 人家 那我一回报 闭嘴了 别磨叽了 老师就来了 快去 林佳泽 你好 我 我叫苏灿灿 我对你有印象 我 你居然记得我 那天就是你抱着我去医务室的 要不是你 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你就是 怎么又是你啊